一听到走势老妇人竟然在水浸里 远景惊觉情况不对 赶紧前往救人 然而一到现场地形却让远景傻眼 原来水浸离地面至少两层都高 两帮又是平滑水泥地 周遭全是杂草矮目 只见妇人在水中越走越远 远景急了 想都没想决定直接跳下去抢救 一声又一声的阿嬷 远景喊得急迫 然而前方老妇人却还是继续往前走 连跑带跳危急时刻 远景总算拉住老妇 但因为严重失忆 老妇言语无法表达 但看得出很惊慌 最后远景只得呼叫按上头饰 众人合力把老妇人给送上救护车 紧急送医 当时水位已深达妇人的腰部 随时都有可能被穿起的水流冲走 远景见当时的情势相当危急 立即奋不顾身跳下水浸中 奋不顾身跳水抢救老妇 家属好感激直说谢谢 副所长带头向前冲 附近居民全看在眼里要给他一个赞 这是李中生严静宇 陶瑜谋道